而接下来这个场面则是闹出了罗生门 到底有没有获邀出席 现在是各说各话 因为在高雄的后线自强大会行程当中 原本预定要出行的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却临时取消了行程 甚至还自曝说收到了邀请函 但是现场主办单位有受到了压力 所以选择不出席 而另外还有在现场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主办单位则表示 其实当初这个活动就没有邀请柯志恩 就邀请现任市长陈其迈 双方依旧是各说各话 来到岡山小市场 柯志恩又收到花柜又收到凤梨 祝他高票当选 汉基曾相亲互动热络 但原本下午排定出席后线自强大会 却临时喊咖 我们的确收到他们的邀请函 但是我们昨天晚上就接到通知 希望我们能够体谅不要出席 那我想这对我们来说的话 不要造成主办单位的一个困扰 高雄跑行程的时候 往往有很多的一些的活动 都会遭到一些很无形的一些的压力 字幕受到邀请函 却因为无形压力 外界好奇压力到底从哪来 平良心讲我们所有的后线的 过去的这个社团的资源 当然市政府都有预注 蓝意议员暗指市府 而整场大会卑躬交错中 也的确看到市长陈其迈握拳不停 跟宾客打招呼 我们市政府可以说 跟我们后线的弟兄 可以说是暗情最密切 即使我们没有邀请 因为我们只是邀请现任的市长 因为现任的市长 是我们比较容易接触的 主办单位以市长容易接触 没有发邀请函给柯志恩 双方说法都不拢 到底有没有收到邀请函 柯志恩团队面对记者再度查证 已不再回应 选战将近每个场合 参选人出不出席 主办单位邀不邀请 背后都是学问 记者郭徐辉 SNG小组高雄报道